一周前刚获得国民党征召参选总统的新北市长侯友宜 传出将提出一系列扫黑打贪政策 以治安议题作为2024竞选起手势 侯友宜今天受访时提到黑道诈骗和贪污等乱象横行 有信心用专业整顿民众最在意的治安问题 外传侯友宜的治安政策主轴与过去的警察形象脱离不了关系 包括扫荡黑帮打击犯罪以及恢复特征组诉求先安内再攘外 面对侯友宜打算以正义人设拼选战 民进党今天随即拿出新北治安大崩坏的数据打脸 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表示新北接连爆发重大枪击事件 反映侯友宜荒废市政的结果 尤其今年1到4月新北市累计发生的刑案数更是高居全国之冠 与去年同期相比同样增加一成以上 反算侯友宜怎么敢夸口治安是自己的专业 针对侯友宜可能恢复特征组打贪 新北市议员林炳佑分析 特征组在蔡英文2016年上任之后被裁撤 过去备受争议的主因除了定罪率远低于检查单位 还常容易卷入违法监听风波 暗酸这项政见很有熟悉感 因为就跟韩国瑜四年前选总统时一模一样 台市大东亚所教授范世平在政论节目前进行台湾也说 特征组就有如东场 如果侯友宜当选真的恢复编制 那些跟侯友宜有过节的政敌 包括前总统马英九以及国民党内的牛鬼蛇神 恐怕得先人人自为 面对侯友宜端出扫黑打谈政见 PTT网友痛批光看新北治安就知道办不到 何况国民党内有一堆黑金 也不曾看侯友宜表态 还有人反问为何两岸政策和能源问题 侯友宜完全不敢谈 也有人大算侯友宜提出的治安政见 显然大局观不够 看起来比较适合回去当警政署长 以上是记者陈一军整理报道